大家我是Paul 周遇到周五英文一起讀 你应该知道什么叫星期一正后群 可是到底哪个版本是对的 我们这边荧幕上列了三个 一个叫做Monday Blue 一个叫Monday Blues 加了复苏在后面 最后一个则是Blue Monday 在台湾你最常看到哪个版本 我个人觉得我最常看到是最下面这一个 Blue Monday 因为它最好理解 就是个蓝色的星期一 好那我先破题一下 这三个里面唯一错的就是Monday Blue 其他两个其实都可以对 那至于为什么 你如果有兴趣的话就继续看下去 所以我们今天大概不会带太多文章类的东西 但是我们会看好几个网页 这些网页就是算着佐证我对这个事情的理解 这样子 那最后一个这个 我们说可以Blue Monday对 可是说真的 我从小到大所接触到的最习惯的 其实是Monday Blues中间这一个Monday Blues 为什么 我觉得原因是因为Blues这个字本身就是那种蓝调或者忧郁的意思 而且你一定要加S才可以 像有个音乐就叫蓝调嘛对不对 这是爵士乐的一个旁支 那他就叫做The Blues OK 所以这是礼拜一的一个忧郁 Monday的Blues 那Blue Monday也可以 为什么也可以 其实不是我说了算 我本来以为他不可以你知道吗 其实在我做这一集之前 我想做这一集 我想要解释清楚 我想要劝大家接受Monday Blues的这个说法 并且我想要把Blue Monday给踢掉 因为我以为他不对 至少我说真的没听过 在加拿大住了这么多年没听过 但偏偏我又必须现在承认他对 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被收编进了字典里了 所以我们先看这边这些网页 所以我找了一下The Origin of Monday Blues 因为我知道Monday Blues是一定对的 就加复述的时候 所以果然这边就出现一大堆Monday Blues的这些 网页上的这种的介绍之类的 不过说真的也不少 你看上面的都是Blue Monday OK Blue Monday Blue Monday 因为Blue Monday原本其实是另外一个意思 这个等一下我们再说 所以以下下面的话就是你看Monday Blues 然后这边奇怪什么 还是Blue Monday Monday Blues Blue Mondays甚至有复述 这个不对 这不要管 这不要被confused掉 所以我现在就直接先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维斯字典 Marian Webster 我比较很常看去寻找 就是你寻求一个东西的正确性 Validity的时候 我觉得维斯字典是我蛮常找的一个Site 一个Source 所以它这里写了Blue Monday 这个Entry 那它的Definition是说 A Monday that is depressing or trying especially because of the return to work and routine after a weekend 所以它是一个Monday 然后又depressing或者trying trying这个是我们解释过 它不是只有尝试而已 就是非常的煎熬 所以很depressing 很煎熬 特别是因为你要回去工作 because of the return to work and routine 回去工作 回去你的每天的routine 那就是after a weekend 所以周末后的第一天Monday 因为周末其实已经是第一天了 but doesn't matter 我们就先不卡在这一点上 所以它就是可以套在我们对于这个周一症候群的理解上 所以这OK Blue Monday是连字典都说可以的 OK 这个有点打我自己的嘴巴 因为我以为它不行 我还一直以为它是一个特别的礼拜一 就是一年里面只有一天的 一次的礼拜一 所以这边事实上在一些报道里面 我们就知道它其实是有冲突的 OK 所以我们也观察到英文的世界里面 他们对这个事情的理解 也不见得是aligned 是排成一条线的 所以你看到BBC的一个报道 Blue Monday 你看刚刚的字典不是说Blue MondayOK吗 可是BBC的报道Blue Monday说的是 你看这边往下走 Blue Monday Also known as the most depressing day of the year has been trending on Twitter since the weekend 所以它这里说的Blue Monday就是 一年里面最depressing的那一天 所以只有一天 哪一天啊 你现在可能就会问对不对 呀 马上给你看 所以这边说另外一个 所以这是卫报的报道 Guardian 所以你看BBC Guardian 两个都是英国非常大的一个媒体 所以这里说Blue Monday 你看又是Blue Monday Blue Monday January Blues Day Officially announced The 26th January is the most depressing day in the calendar for the majority of Brits 所以1月26号 才是传统定义下的Blue Monday 就那么一天而已 下个礼拜一 又不是了 往前算一个礼拜一 19号也不是 就只有1月26号那一天而已 我们叫它Blue Monday 但我们再强调 在字典里 已经把它收纳成了星期一症候群 可以泛指任何星期一了 所以大家 看我的影片的大家 你如果想要把星期一症候群 讲成Blue Monday 没有问题 有字典来back you up 如果今天有人说 不对 Blue Monday只有1月26号 你可以跟他说 我字典说的 我只是照字典说的 That's it OK 不过这也算是一个可以争辩的话题 你知道吗 因为字典 编字典的人都会告诉你 说字典反映着大家的使用 所以我们有时候说字典是权威 其实应该是导过来 字典只是反映我们怎么用这些字而已 所以大家把Blue Monday 讲成是星期一症候群 然后字典把它反映出来 那我们如果导过来说 字典这样说可以 所以因此我觉得可以 It kind of like It doesn't work that way You know what I mean 好像应该是 It should be the other way around 字典是反映出我们怎么用它 好 这个不扯 这个算是差题了 好 所以讲清楚了 所以Blue Monday 一般来说应该是 就传统上来说是一个 It's a specific day on a calendar which is January 26th OK 所以一般来说是26号 1月26号 是这个Blue Monday OK 可是你说它是 星期一症候群 已经也可以了 我在讲 I sound like a broken record 听起来像坏调的唱片机一样 就一直重复讲东西 就再跟你说一次 星期一症候群 你说Blue Monday可以 但传统上来说它是1226号 那中间这个Monday Blues 则是我所很熟悉的 再强调一次 这是我最熟悉的版本 Monday Blues 所以你看到这边Monday Blues 我还找了一下 我也不用特别找LinkedIn 其实 但无所谓 好 所以下面 LinkedIn是一个 你知道是什么吗 就是也算是一个 不错的 算是社交的媒体吗 好像也不是 很多时候我们知道 人家会上面贴自己的resume 或这些的 但doesn't matter 所以你看这 Monday Blues Right 好 Monday Blues 9 ways to snap out of Monday Blues 所以Monday Blues 全部都是Monday Blues 所以Monday Blues 是我最熟悉的 再强调一次 那讲的这个Blues的意思就是 蓝调 忧郁 字典也是这样子 define的其实 你看这边读一下 blues这个字 我就找了一下definition 所以它是我刚刚说的蓝调 所以它是一个 melancholic music of black American folk origin yes 好 所以这是一个很 很gloomy的一种音乐风格 而且是黑人 美国的这种 黑裔的African American 这样子 OK 好 通常是 而且它通常是12个 小节的sequence 我们叫它12 bar blues 的确我弹吉他的时候 也是有去玩过这样子 那它比较informal的用法 feelings of melancholy sadness or depression 所以呀 就是忧郁了 OK 感伤沮丧这些的 Blues The Blues 一定要加复述 OK 一定要加复述 好 那 讲到这里 我们就看一下这个 台湾同胞们对这个字的了解 或者应该说是误解 我如果就单单只找Monday Blues的话 你就会看到它这里写错 哦 星期一正后群Monday Blue 可是你再往下看 下面一大堆网站 都写的是Monday Blue 然后Monday Blue Monday Blue 都没有加S 有没有发现 连阿滴英文这边都写Monday Blue 没有加S 踢走由于星期一 如何解决Monday Blue 没有加S 星期一并不可怕 Monday Blue退散 没有加S 还有个什么 新地的英文教室 这其实我有点进去 我必须说 其实他们的title可能自己有点点misleading 因为这个Sindy的我点进去之后 发现她是有讲清楚的 她是说应该是Monday Blues 要加复述 但她标题也没有加 我就不懂为什么 其实 然后这边这个BBC一起学英文 Blue Monday 她有用对 她的Blue是放前面的 所以我们看了很多中文的reference 好像一大堆都是Monday Blue 不加S 那这个到底错在哪 你跟我说少了一个S有差吗 好有 为什么 因为Blue这个字 如果不加S 那就是颜色了 那你说颜色有什么不对 我颜色不是 你听过一个东西叫做 Tiffany Blue吗 现在我的整个频道的色调 也就是偷Tiffany Blue 因为我觉得感觉好像比较 看起来伤心 因为我们高级一点点的 蒂芬尼蓝有没有 所以如果说你什么什么Blue 什么什么Blue 那就表示那是一种特别的颜色 所以Tiffany Blue叫Tiffany蓝 Yeah OK 甚至还有那个什么 枝跟鸟 蓝 什么看 枝跟鸟 淡蓝 什么三小 Robin Egg Blue 所以有另外一种 Robin Egg的这种蓝色 所以如果说你说Monday Blue 那就变成是星期一 属于星期一的一种蓝色 你可能还是会argue Yeah what's wrong with that But we're not talking about a color 我们今天在讲星期一 正后的群 我们没有在跟你探讨一个颜色 Monday Blue会给人家脑袋一种画面 就是你在讲某种蓝色 你在讲颜色的时候 事实上你就不是在讲情绪了 你加了一个S 那才能表达那是一种特殊的 低调的 很惆怅的 前面说的一些感伤的一种情绪 所以The Blues 才是情绪的表达这样子 OK 所以我们今天做的这一则比较短 再强调一次 这三个版本里面 唯一 唯二正确的是下面这两个 Monday Blues Or Blue Monday Blue Monday算比较新 传统来说我比较接受Monday Blues So I've got the Monday Blues Pole 你是什么了 I feel a little down I got the Monday Blues So don't talk to me 但如果说Blue Monday现在可以接受 而我们就想办法来把这个东西提开 Monday Blue是这三个里面 唯一不对的 OK 不对的 所以中间这个我会说是Most popular usage 在使用上是我最熟悉的 我也觉得它是最popular的 但在台湾似乎我们最熟悉的可能是Blue Monday就是了 好 讲到这个可以了 算是理清一下下 我们对这个字可能有的误解 在整体的文化上 这也是我觉得我当年回来教英文的一个很希望达成的一个目的 我不是说我们错误的用法就一定是错 因为说真的有的地方有的英文词在一个地方用久了 即便它是错的被localize之后它就变对的了 因为反正整个文化的人都在这样子使用的时候 你就很难说它真的是错的离谱 只是说这东西在可能在美国本土或者是英国本土的人会觉得 Oh that has become a local use So那你们用吧 不要让它回流到美国来就好了 他们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 But I'm not going to say that I'm proud of it 我觉得这种localization不是说一定错 只是我有时候会觉得 如果人家原本设计出来是这个样子的时候 我们不去改变它 好像也比较可以在沟通上能跟人家接的在一起 比较解密一点点 所以但这个东西的看法 我相信很多人也是不一的就是了 OK这个大概不需要太多的讨论 我们讲到这里就可以了 我是Paul我们下次见